据环球网8月2日报道 迎日本等国要求 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护卫舰 已经离开德国威廉港 启程前往印太地区 并计划穿越南海 这是德国20年来第一次派军舰到亚洲 军舰出发前 德国总理府和外交部先后向中方提出 希望这艘军舰能够访问上海 针对这一特殊要求 中方目前还没有回应 7月29日 德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 德国将与其盟友一起 希望在印太地区展示更多的存在 护卫舰的部署是一种习惯性的存在和训练巡航 过去也曾进行过类似航行 德外交部和国防部官员此前强调 该军舰不会在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范围内通过 就在德国航母启程前往印太之前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 刚刚实力南海 穿越旅宋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水域 根据英国皇家海军公布的消息 英国航母在南海执行了 尾期七天的战斗巡航行动 随后就进入琉球海一路北上航行 对于外国军舰在南海的行动 国防部发言人五千大厦表示 中方尊重各国舰船依据国际法 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 但坚决反对有的国家出于挑衅的目的 不远万里派军舰过来刷存在感 中国军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予以坚决有效应对